另外呢有十位国际事务青年人才培训计划的学员们在金山湾区的住点时间接受了六天的实习培训的工作 金山湾区华侨文教中心的主任吴玉华希望他们透过实地的观摩美国地方政务以及外馆人员在海外的运作将食物还有理论结合 待会国内呢给青年学子们一块来分享 结束伯克莱州立大学六星期课程后这十位国际事务青年人才培训计划学员继续要在金山湾区接受住点实习培训 乔教中心也特别举行一场座谈会让学员们与乔务委员叶云和陈松 乔务咨询委员高玉立乔务顾问宋真 金山湾区中华民国国庆委员会主委何台光等乔领面对面交流 很感谢乔委会尤其是湾区文教中心帮我们安排一个礼拜非常丰富跟充实的实习行程 不仅带我们到传统乔社去参观 也带我们到米尔皮特市政府还有萨克兰特市政府以及众议员那边去参观 真的提升了我们的视野也带给我们很大的收获 金山湾区乔教中心主任吴玉华除了恭喜学员们圆满完成进修课业与实习 也强调台湾的国际处境特殊 希望学员好好规划人生 以年轻人应有的展望努力向目标前进 最重要的一句话一定要学习管理在座的乔委员跟会长 他们一个精神 他们的精神是什么呢 让他们成功之后 把他们的力量拿来奉献 拿来帮助 拿来成就整个社区或者社会 甚至于是国家包括中华民国 包括美国本土的主流社会 他们都在奉献 儿学员们也依序分享这趟旅程的心得 他们感谢政府的这项计划 让他们有机会开拓视野 与国际接轨 了解外交运作 新年政策是马英九总统提升台湾国际竞争力 施政重点之一 五年来获得侨委会 亲府会 外交部 教育部 全力支持 希望每一位学员在实地观察美国地方政务 侨务工作 以及政府外交作为后 能将其介绍给国内青年学子 未来进一步为国家贡献所长 台湾人士黄本初 美国旧金山 采访报道 аем Sub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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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